两天了啊 打水徒手洗衣服 岗山石潭里居民超客难 因为停水好几天只能去提水 不少人家里堆了好几天衣服 已经臭气熏天 这是两天的 我想说他明天换假了 叫先不要洗 这四天送的店 我怎么是要煮的 跨一个礼拜没水用 居民忍无可忍 还有人po网说 3月24到29号 有四天因为施工停水 结果30号星期三 又说挖破管线停水 修到星期五 以为好了 又说地基崩塌 有另一条管线破 还要继续停 他说明天换台电施工停电 家里已经三个人的脏衣服堆成衫了 反映给1999却说 国营失业管不了 抱怨虽然工程都是外包 但能否过滤厂商别三天 两头就挖破管 衣服已经三四天都没有洗了 洗澡也出问题 马桶也不能冲 又接着明天又要停电 现在大家都是非常的生气 里长协调水车运水 让民众接水回家储备 停水的始作俑者 就是这个台19县工程 但自来水公司澄清 不是挖破管线 并不是说工程挖水 是我们发现在 工区附近有漏水 才去做这个修复 自来水公司解释 一次是路面震动 造成接管漏水 才紧急修复 从4月1号凌晨 虽然已经恢复工水 但接连没水没电 打乱所有人的生活作息 岗山正义里实在好倒霉 记者金献中高雄报道 是否公司 是否公司 是简单 是也是修复的